各位好 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 我是韦庭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与泽连斯基19号通了电话 他说自己当选美国总统后将结束俄乌冲突 泽连斯基随后表示 在通话中同意与特朗普进行会面 讨论实现乌克兰公平持久和平的方案 泽连斯基近期坦言 特朗普若当选 乌克兰与白宫新团队打交道将是艰难的 特朗普若重回白宫 会迫使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吗 另外 面对越来越大的退选压力 确诊新冠还在休养中的拜登19号发文称 不会退选 下周将恢复竞选活动 美媒19号引述消息人士指 拜登觉得遭党友抛弃感到愤怒 过去三周 拜登遭遇了多大的阻力 民主党会继续逼供拜登吗 相关话题 今天我们要请到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崔洪健先生做分析解读 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 他当天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进行了友好的通话 他表示很欣赏泽连斯基的来电 因为他作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他将为世界带来和平 结束夺走无数生命 摧毁了无数无辜家庭的俄乌战争 泽连斯基证实了此次通话 并且感谢美国的军事援助 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 他又表示 与特朗普达成一致 将在一个私人会议上 讨论采取哪些措施 可以让和平变得公平和真正持久 特朗普此前多次强调 如果他再次当选美国总统 可以在一天内结束俄乌冲突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号表示 如果特朗普赢得11月的大选 则新任政府将无法保证 继续对乌克兰的支持 每届政府都有权独立决定 其外交政策 崔先生您好 我们从特朗普的发文来看 似乎是泽林斯基主动打给特朗普的 泽林斯基为什么要此时 与特朗普通话呢 这通电话背后有怎样的意图 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以来 随着美国国内选情的变化 应该说现在西方将这个 未来有可能会导致俄乌冲突 走向发生变化的这个焦点 更多的放在特朗普身上 因为无论是对泽林斯基来说也好 包括对欧洲来说也好 包括北约 他们都要对即将到来的 特朗普可能上台的这样一个前景 做好各种准备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看到在此前 北约华盛顿峰会期间呢 泽林斯基公开地向特朗普喊话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一个 迅速解决欧乌冲突的 所谓的方案的话 那你不要等到11月之后 你最好提前拿出来 我们看到在这个背景下 紧接着实际上我觉得这次通话呀 是乌克兰方面 是泽林斯基主动对特朗普 发起了一个外交公式 因为在喊完话以后 那这个时候呢 他主动寻求和特朗普沟通 我想这是一方面表明啊 乌克兰他已经开始要为 接下来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发生变化 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发生变化以后 他要提前施加影响 那从特朗普这方面来看呢 我觉得也是乐人其成 因为我们看到现在 最近的确特朗普的选情看涨 如果在这个时候 这个泽林斯基主动的去和特朗普通话 实际上在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看来 这实际上是对我未来 有可能再次成为美国总统的一种确认 所以双方呢 我觉得是各有所图 也各有所求 当然我们从这个整个双方谈话内容来看呢 其实啊 尽管像特朗普说 这是一次友好的谈话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双方仍然是在博弈 因为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说 他是希望强调一个 他有操场能力 他可以在一天之内 且绝而无冲突 但是对泽林斯基 对乌克兰来说 他们一定是希望影响特朗普 去定义这个所谓的和平 因为现在其实特朗普呢 在打这个和平牌 但是对泽林斯基来说 他代表乌克兰政府 他一定要通过各种方式 要去影响特朗普 告诉特朗普说 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双方通话完了以后呢 其实在表述的时候 是各有侧重 从乌克兰方面来说 他强调的是 我和这个泽林斯基和特朗普 沟通情况以后 他明确地告诉特朗普 乌克兰想要的是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 从特朗普打和平牌 到昨天是说 我需要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 我们看到实际上双方呢 在和平的名义下 实际上在把不同 在把自己的一些想法都要放进去 而且要想要影响对方 我们还看到泽林斯基呢 发文是表示 同意与特朗普进行私人会面 讨论采取何种措施 来帮助乌克兰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 两人这次通话的内容 您还留意到了什么样的细节呢 除了我们刚才讲 这个双方实际上现在在争夺 对所谓和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定义权 其实这次通话呢 应该说对乌克兰方面来说 我觉得还有一个成果 那就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 说未来要举行一次 私人的面对面的会晤 这个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此前 特朗普在讲他的 这个所谓的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的时候呢 他只提普京 他只提说我和普京总统要有一个 私下的会面 然后我们来共同制定一个方案 但是在这个背景上 你看现在乌克兰说 我们可以先搞一个 其实如果说 接下来的事态 来到这个方向发展 比如说特朗普真的像他所承诺的那样 在不久的将来 首先和哲研斯基有一个私人的会谈 然后来讨论这个所谓的和平方案的话 其实对于乌克兰说 他在针对俄罗斯 向美国发起外交公式这个问题上 他就拔到了头筹 所以我想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至少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点 就是让乌克兰方面看到更多的希望 就是他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试图对哲研斯 试图对这个特朗普去施加影响 当然同时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啊 由于他一贯的这种所谓风格 所以强调一种简单的快速的 不给美国带来任何损害的解决方案 这是符合特朗普他一贯 想要表达的这个立场 但是我想接下来 如果双方接下来真的有一场私人的会谈 我想可能对乌克兰说他是希望逐渐的去改变特朗普的想法 就告诉他说你不会那么快速的有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 再一个呢 乌克兰要尽量把他的一些想法要灌输给特朗普 尽管特朗普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很难受到外界和他人的影响的 但我想这个工作做下来以后啊 乌克兰方面其实我想他也会降低他的预期 他也并不指望说能从特朗普那儿立刻拿到什么好处 但是他但是这个程序这个工作的展开本身 他也是向美国国内施加影响 向美国共和党的建制派去施加影响 看到美国媒体的报道呢 说特朗普表示他在11月的总统选举中如果获胜 那么明年1月就职之前将会结束俄乌冲突 特朗普的这番说法有没有可能实现呢 当然特朗普这个说法啊 他其实需要一些前提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他必须得获胜 我觉得现在其实尽管近期我们看到美国国内的舆论呢 包括国际社会的关注点呢 似乎都在朝着看好特朗普看好共和党这个方向去变化 但我们知道毕竟现在距离大选还有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如果说特朗普是由于之前的一个突发事件 他的支持率有一个突然的穿升 但也不排除接下来几个月还可能会有类似的一些什么突发事件 也可能会让选情出现一些巨大的变化 甚至是反转 所以我觉得当其实特朗普在说这个话的时候 他是在以这种方式继续去拉高他的支持率 因为他似乎现在已经开始以一个后任总统的身份来发表讲话 来表达立场 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至少是一种政治上的营销术 就是他不断地去强给选民强化这种思想说 我已经是你的总统了 实际上我已经开始在领导美国了 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影响一些 比如说本身对政治就不太感冒 然后呢往往是通过这样一些反复的这个外部的输入 来决定他的政治立场的这些选民 然后我觉得除了这个条件以外 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 想要简单的快速的解决乌克兰问题 现在看上去呢 因为他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 把他输入成一个强人 说只要我上台 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 而且会很开的解决 但我们知道如果回到现实中来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你比如说对于共和党来说 特朗普呢 他我觉得他在对外政策上 尤其是在对乌克兰的问题上 他未必能代表所有的共和党人 这就像泽连斯基之前也不断地说 他说实际上 他并不是很担心特朗普上来以后 会完全改变美国的政策 因为毕竟啊 对俄罗斯的态度 对乌克兰的立场 一定程度上他认为是美国民主共和党党的共识 所以对特朗普上来以后 如果他想以他的方式来改变 俄乌冲突的走向的话 那他第一个呢 他就想要去说服他的同僚 说服他的团队 说服他的政府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要把这种共识呢 要扩大到共和党 然后呢 他还要去 比如说他的盟友 尤其是欧洲人 他怎么去跟欧洲人 把这个事情给他交代好 因为如果这个事情 完全按照特朗普方式去处理 而不顾及俄乌冲突本身的非常复杂的背景 和他目前面临的这样一个双方完全对立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对特朗普来说呢 很可能会陷入一个 放出一个空洞的承诺 但是短期内又实现不了 而在这个背景下呢 反过来其实又会进一步影响 他本人以及共和党的这个信誉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啊 可能会是一个 仍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博弈过 博弈的过程 而不像特朗普现在所说的那样 好像这个一夜之间就可以搞定 还关注到 斯林斯基呢 近期也是做出了表示 如果特朗普成为下一任美国总统 与白宫新团队打交道 会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但是他们做好了准备不怕艰难 斯林斯基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特朗普如果回归 美国政府的原污政策 会发生改变吗 我觉得现在对于乌克兰 对于斯林斯基来说啊 他对于未来 如果美国国内的证据发生变化 然后影响 首先影响到美乌关系 然后美俄关系 然后美欧关系 这一系列的变化 都可能会朝着一个 对他不利的方向去变化 他是有所欲弃的 因为这主要是 我觉得主要是结合两点来判断 一个呢是特朗普 从他第一任期 到现在包括 选举前他的一些表态来看呢 看上去呢 特朗普的 这个他的思路 不太和这个 不太像拜登政府 因为拜登政府呢 一定程度上 还是比较体现出 美国那种传统的 所谓的外交 比如他强调战略 强调一个所谓的 对俄罗斯的 这样一个长期遏制 这个对抗的 这样一个战略 但只要这个战略在的话 那美欧之间的关系 包括他给乌克兰的援助呢 应该说长期以来呢 就会 他会是一个相对的稳定状态 但特朗普呢 我们知道 他对于美国 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 美国应该在欧洲 发挥什么作用 他实际上是有 他自己的想法 比如说他非常强烈的 一个特点就是 他强烈的是一种 交易性外交 什么叫交易性外交呢 就是你要让我给你好处 可以 前提是你也得给我好处 他非常强调交易性 所以这就是他 就体验了 他对北约 他对乌克兰 对欧洲的态度上 比如他对北约 他为什么批评北约呢 他觉得你 北约美国带来好处 只是我单方面的付出 所以对他来说 单方面的付出 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再一个呢 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呢 他的政策主张啊 他是有着很强烈的 民粹的色彩 所以民粹的色彩呢 比如说强调美国优先 强调说我一切都要回到 美国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比如说我给你乌克兰提供援助 这些钱投进去以后 对我美国民众 对我美国的经济 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有人可能会 可能会来说 会有长期的战略上的好处 但特朗普会说 这些长期的战略上的好处 我现在看不到 只要我现在看不到的好处 那就不是好处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我觉得现在乌克兰方面 做出这样一些相对悲观的语气呢 他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特朗普他第二任期 我想他对西方国家 对欧洲 对乌克兰带来的冲击 应该说相对来说 会比第一任期要少 因为毕竟有了第一任期的 这个适应的阶段 同时呢 现在乌克兰也好 欧洲也好 都在积极地对特朗普和共产党的外围做工作 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 特朗普一旦上台以后 或许对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美国对俄罗斯政策会带来一些变化 但他们希望这个变化呢 是可控的 不是一个颠覆性的变化 另外呢 还关注到 泽连斯基在19号访问英国 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塔莫 泽连斯基是斯塔莫上任以后 第一个到访英国的外国领导人 泽连斯基现如今这么急迫的访英 见英国首相 您怎么来解读 我们知道现在对乌克兰来说 他面对一个越来越复杂的 一个西方国家的这样一个政策变化 他也需要去布局 他也需要去不断地去 有策动点做工作 我觉得现在看上去啊 这个核心问题是美国 当然对乌克兰来说呢 我觉得他对于美国这方面的工作 他也只能是尽人事之天命 因为毕竟乌克兰要反向去影响川普 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同时呢 在西方其他国家 我觉得泽连斯基还会不断地去做工作 尤其是我们知道英国 他刚刚发生了这个政府的更替 然后在此前保党政府期间呢 应该说英国在支持乌克兰的问题上呢 表现的还是比较积极 其实在很多方面呢 比如说在提供远程武器啊 在提供主战坦克方面 甚至英国呢 还往往走到了 这个所有西方国家的前面 这实际上也是长期以来 英国一方面他和俄罗斯的关系 一直处于一个不好的状态的一个体现 再一个呢 英国也想通过这次乌克兰危机呢 来体现出他在西方 在北约内部的这种所谓的安全上的 这种重要的角色 那在 在英国发生政府更替以后 我想泽连斯基他需要去 明确 工党政府上台以后 英国此前的 对乌克兰的政策 要得以延续 在一个问题下我们看到的确啊 包括工党以前在 做反对党的时候 实际上对保守党在乌克兰危机上的政策呢 基本上是持一个支持的立场 那这次呢 工党政府上台 我们看到 上台之初 也有一个表态 说要继续支持乌克兰 而且我们看到 英国政府呢 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这个原作上的表示 所以 泽连斯基他见斯塔莫 那显然他是要继续锚定英国对他的支持 当然同时 这也是一个 由外围去影响中心的这样一个策略 我们试想啊 如果包括英国在内 包括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在内 都是朝着一个继续支持乌克兰的方向去走的话 那反过来对特朗普 对共和党 对美国 也会有相应的影响 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 继续带您关注 拜登发声表明不退选 下周恢复竞选活动 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新闻今日谈 欢迎回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敦促美国总统拜登退选 拜登的竞选团队19号再次坚称 尽管对拜登的支持率出现了下滑 但他不会退出 并强调 拜登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的竞选团队19日坚称 拜登将继续保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领先地位 虽然竞选团队主席迪利昂承认 拜登最近的支持率有所下滑 但他坚持认为 拜登将会继续参加竞选 并有多种途径可以击败特朗普 竞选团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 要赢得今年11月的总统选举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拜登竞选团队战场州主管坎宁 19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强调 尽管民主党在内部存在分歧 拜登仍将成为民主党提名人 坎宁还呼吁民主党停止相互争斗 共同对抗特朗普 另居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的家人已经讨论了退出竞选的可能性 以及将如何按照拜登的时间表和计划 结束连任竞选 不过白宫发言人贝茨否认 拜登一家正在讨论退选的事宜 贝茨强调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要坚守住信心 据另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关于如何制定一个合适的计划 让拜登下台的讨论 也在高级工作人员中展开 不仅仅是他的家人 贝茨同样否认了正在进行这些讨论 关注到目前是有32名民主党的议员 敦促美国总统拜登退选 有分析说拜登过去三周 是遇到了他竞选以来最大的一个阻力 对此您怎么来观察呢 的确我们看到这一段时间 美国国内的选情的变化 应该说看上去好像朝着一个明朗的方向去发展 由于这个袭击事件 现在看上去特朗普在往上走 而拜登呢在往下掉 所以现在一方面呢 这个对拜登来说 我觉得首先他需要做出一个个人的选择 我觉得这也是美国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吧 就如果他是个人意愿 仍然说要坚持参选的话 那就要看接下来他个人的这个选择 一定程度上会不会成为党内的一个问题 那现在开始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提出来要他退选 包括我们知道相对资深的像这个佩洛西这样的人 甚至也有这样的表态 那就说明现在拜登是不是继续参选的问题 已经从个人层面的逐渐向这个党内去扩散 当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呢 我觉得只要拜登本人不松口 而且还有一个前提就是 如果民主党内部的派系斗争还是可控的话 我觉得应该说对拜登来说也好 对民主党来说也好 现在他不退选 仍然看上去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时候退选呢 民主党可能会出现一个兵败如山倒的情况 因为毕竟首先党内的平衡 党内的这个派系之间平衡怎么去保障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只要拜登还在那站着 一定程度上说呢 他就可以抑制住保党内部的派系斗争 你包括无论是奥巴马也好 包括希拉里也好 这些大佬们 他们可能就会有所顾忌 他们就不太会公开地去表达自己的立场 但如果一旦拜登退选 那就意味着民主党内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权力真空 那这个时候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就会白热化 那如果是陷入内斗的白热化的一个民主党 还怎么去应对大选呢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无论是从拜登的角度 还是从民主党的整个所谓他的政党利益的角度来考虑 现在选择让拜登退出 其实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没错 拜登的竞选团队在19号是回应说拜登不会退出 并还强调拜登会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拜登方面的这样的表态您怎么来解读 我觉得现在一方面是从拜登本人和他的团队来说 显然是选择一个坚持立场是最为合理的 其实拜登此前他也表过态 他说即便我要退出那也应该是在选后 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就我们刚才讲过的 对民主党和拜登来说 就好像是你要准备进行场战斗 而在战斗之前你负伤了 那这个时候你是要选择继续战斗还是要撤出 如果你继续战斗的话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还有一些胜利的希望 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选择撤出的话 那可能不仅你个人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甚至你会丢掉整个阵地 我觉得其实现在对拜登和他的团队来说 实际上在做这样一道选择题 当然对拜登和他的团队来说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这种选择和判断 多少程度上能够影响到民主党的大多数 因为现在对于民主党来说 当务之急还是 比如说你还是要进一步明确下来 围绕着拜登继续参选为一个前提 然后来重新整合士气 然后凝聚这个支持率 然后来迎接和共和党的最后的对决 当然我觉得现在其实对民主党和拜登来说 其实现在出现的情况也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我们看到现在比如说一些舆论 包括民主党内部开始批评拜登 说因为年事已高 你的确精力不济 那在这个时候 你还有没有能力继续领导民主党和美国 实际上这个是现在无论是选民也好 还是民主党内部的反对点 它集中的一个点 但我觉得其实反过来 对拜登的团队来说 也可以把这个点做成一个 做成一张牌 它可以打背景牌 是吧 你比如说我尽管年事已高 是吧 我的确精力不济 但是我仍然会美国服务的所谓的爱国心 我觉得这样去做 这样去运作一定程度上 其实是可以去消除他这个近期出现的一些选举上的颓势 甚至可以以此去反制或者说对冲 特朗普现在上升的势头 当然这个接下来前提还是说 民主党要明确下来 说就是以拜登不退选为前提 我们来继续打这个选战 看来美国媒体19号引述了消息人士的话 指说拜登觉得遭到党友的抛弃 感到很愤怒 他认为前议长佩洛西是主要的煽动者 奥巴马是幕后的猪脑 民主党目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内讧呢 部分人士会不会继续逼宫拜登呢 我们知道其实近些年来 美国国内的这个政治斗争 一方面越来越公开化暴露化 另外一个方面它实际上是朝着 生存式方面去发展 包括共和党内部 我们知道也是有着这个非常复杂的派系斗争 也正是因为共和党内部建制派之间的 激烈的政治斗争 所以才把特朗普给体现出来了 因为特朗普他实际上从反对精英 反对建制这个角度 他很大程度上他可以去整合共和党的支持者 而民主党相对来说我们看到他没有出现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 所以他现在是精英之间的内斗 这种情况比较严重 就像这个舆论所说的 拜登如果他现在直接矛头是对着呢 前总统奥巴马以及希拉里等等 其实这些这个所谓民主党内部这些资深的政客 他们都有自己相对的相对稳固的地盘 而且他们呢实际上在民主党内部呢 也是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且为了扩大自己的范围 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还不断地进行这种争斗 那这次呢其实围绕拜登退不退选的问题 我觉得会充分地体现 这个民主党内部的这个派系和权力斗争 当然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看到尽管拜登说他认为幕后知识是像奥巴马 包括希拉里这样的人 但是毕竟奥巴马希拉里现在还没有公开表态 那就说明这些政治派系的这些首脑啊 现在还处于一个观望的一个状态 而且关键在于说 如果这个时候啊 这些幕后的大佬都坐不住了 纷纷出来逼宫拜登 要求他不要参选 那如果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 那接下来如果民主党真的在选举中一败涂地 谁来承担责任呢 所以现在实际上各方呢是处在这样一个博弈的状态 对拜登来说 他说我如果继续在台上 我继续参选 那民主党或许还有一线的这个胜利的机会 但如果我现在退下去了 任何一个人 其实我们也看到现在民主党内部的确 短期内推不出一个 能够和拜登相匹敌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去参选 那这样的话谁来承担责任的 所以双方呢 现在实际上都是在一个所谓的自身的派系的利益 和民主党在这个利益的争斗之下 究竟能不能还能够维持它一个像样的参选的这样一个姿态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呢 现在各方呢仍然在进行博弈 只不过这个博弈呢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浮出水面 好的今天感谢崔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 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 我们下期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